再来关心严肃的议会居然成了谈情说爱优惠的地点 这是云林县议会 有一名被称作是议会之花的女议员 那么呢 在这个女职员呢 去年底还一名通气犯交往 热恋当中的女职员 为了让男友躲避警方的追气 居然让男朋友搬进了议会的研究室 足足住了81天 后来女方要求分手 男子心有不甘主动向警方投案 这起荒唐的事件才因此曝光 投案的简性男子面对镜头不发一语 但他稍早在脸书上发言 表示女友林姓女职员因为劈腿要求分手 两人才发生争执 这段虚假的感情不要也罢 脸书照片可以用 云林县议会的702号研究室 就是简性男子自称住了81天的地方 简性男子向警方表示 去年10月他透过脸书 认识在云林县议会任职的联姓女子 两人开始交往 但男子有案在身 四处躲藏也不是办法 女子于是将自己的702研究室 开放让男友住进来 这段期间两人几乎天天亲热 出入还使用女子的高级轿车 但女子最近要求分手 她怀疑女友令杰心欢 心有不甘才主动投案 让事件曝光 虽然女子透过脸书 表示男子只是个吃软饭的无赖 不给钱就动手打人 但男子亮出研究室的词卡 声声句句属实 目前县议会已经针对人员管理部分 加强检讨